那么今天要讲的这个题目是 它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 这上篇啊 下篇还有 它降雨给义人 也给不义的人 说实在这个世界 就像我们在台湾 常常听到那些连大陆来的人都说 台湾最美的风景是人 其实最难看的也是人 最难看人家讨厌的也是人 而且在台湾又有一个麻烦 就不用谈颜色 有人喜欢蓝色 有人喜欢绿色 喜欢蓝的就是不得了 喜欢绿的不得了 还有喜欢没有颜色 大家喜欢什么的 我们今天也不谈颜色了 我们就谈人吧 那么耶稣就讲了 你们听见有话说 当爱你的灵色 恨你的仇敌 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 要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 这样你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 当然儿子有两种 好生 十五个儿子 那因为他叫日头叫好人也叫歹人 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 那么我曾经有个想法吧 这可能以前谈到什么国民革命啊什么 现在台湾的好像历史书里面也很少提这个了 因为要去中国话 所以那个台湾历史里面就尽量讲自己 那么有一个想法是一个专制帝国 在革命烈士牺牲下终于建立了民主共和国 他们是抛头如撒勒血啊 所以他们当时牺牲的时候是慷慨激昂 然后是毫无悬念的就往前 就牺牲性命 为了一个理想为了一个报复 那么在这个新建立的民主国家 在社会分空下也开始产生了有白道有灰道有黑道 而善良百姓及各行各业努力工作的支援者呢 却要在夹缝中静静夜夜的求生存 是外来的温饱 那看看这个繁华的都市 无论你看的这是哪里 我的了解应该好像是香港的 香港 但香港现在已经走样了 不幸的在各个国家社会里面都有黑道 有败类 这些这些可以说是社会的寄生虫 社会的寄生虫 好 你看啊 这个是豪车啊 好 那 Benz跟BMW 好 这个都是豪车啊 可是各位记得吗 台湾大概在三十五块四十年左右 曾经有一段时间 台湾的社会很乱 乱什么 绑将 绑小孩 后来不是绑小孩还绑大人 还专门绑董事长 那时候甚至连学校的老师都跟小朋友讲 说除了你自己的爸爸妈妈来接你哦 要不然连你的叔叔姑姑阿姨谁来接都不可以跟他回家 因为说不定他也一样会绑架 那个时候台湾乱成一团 还记得 那时候郝伯尊出来做行政院院长 好像他两个刀没啊 就把整个压下来了 我还记得那时候还有什么 说要高薪聘请汽车驾驶 结果聘到他问他 就要求他说什么 他说 我其实不是要请你坐司机 那个董事长跟他讲 我说是请你穿西装坐后面 我坐司机 为什么 因为歹徒绑架的话 绑后面那个 钱啊 这台湾什么社会 还有那段时间 很多董事长就不开Benz了 都开BMW 为什么 因为很多黑道的都开BMW 所以他们都怕说 万一不是绑到董事长 是绑到另外一个黑道 那他就跟你没完没了 所以很多董事长就改开BMW 你看这些诈骗的 从国外东南亚哪里 然后被一批一批抓了以后 你晓得他被抓以后 他们第一个问的问题是什么 是会送回台湾吗 还是送到大陆去 全都跨去大陆 我们当然是希望他们就送到大陆去嘛 因为他们骗台湾的也骗大陆人的钱嘛 但他们都希望送到台湾来 因为送到台湾呢 因为我们跟那个 那个绑架的那个地方 被逮到的那个地方的那个 没有这种所谓的 这个什么刑警什么地交什么东西的 所以他们回来没有那个条例 所以变成 他们的罪证没有过来 我们台湾这里就下飞去放他回家 应该这些人都当场枪毙了 哎呀就做牧师都你看都要口子恶言 你可以想想我们心里那种的恨 那种实在压抑不下来 即使我说老天有眼 上帝有眼 上帝好像会惩罚 可是我觉得那个惩罚太晚了啦 要害死多少人啊 这里有一个短评 我们来看看 真的要打 要打 只需要你接通电话三秒钟 就只要这三秒钟 骗子都不需要过一嘴巴 就能让你 你千万不要乱在网上发自拍 这是一个史上最短的过眼事情的变述 以往骗子见到你可能是因为你傻 但是现在啊 只需要你接通电话三秒钟 就只要这三秒钟 骗子都不需要过一嘴巴 就能让你重责倾家荡产 如今啊这个骗局已经在全国四人 这边不强 请一定要认证他们 这段时间呢 发生了一件离奇的家族事件啊 福建的郭先生给到了好友的视频通话 开视频呢 这本人声音也没问题 郭先生没多想 帮了这位朋友提出的忙 可当转战完成后 郭先生发过去一句 把事情都办妥了 给他的好友去回复了一个问号 注意啊 郭先生的好友啊 确实不知情 好那问题出来了哪里 明明开的视频啊 人是这个人 声音是这个声音 还到这事业上 还有两个一模一样的人吗 来看一下这款视频啊 右上角的画面是本人 而左下角画面 出现的 则是用AI技术生成的假人 这个技术恐怖在什么地方呢 它可以正乎完美的复制一个 一模一样的 样子一样 是另一样 即使你遮挡脸部画面 也原有任何拖展 有话方好说啊 AI的假人 你当时会眨眼 但是你相信我 千万没拿这个当标准去看 你 因为不会眨眼的问题 这样的话 马上就会解决 也就是说各位 以前我们讲 眼睛为真 耳听为耻 但从今天开始 你再也无法确定了吧 想象一下 今天你的母亲 突然对你发现了事件不坏 对着有语气的说 孩子 你把出车过了这个灾遇 需要十万块钱 你赶紧转张过来啊 即使样子一样 生命一样 但是 这根本不是你的母亲 而是因为在背部操控的 炸电犯 这不是我为人总听啊 而是正在发生的恐怖骗局 就在丁面言说 微软推出的语音模型 只需要三秒 就能复制任何人的声音 炸电犯锁定目标后 只需要给你多打几个商务电话 而你只要接上电话 说上那么一两句 他们就可以完美复制你的声音 然后呢 你的家人就会突然接到你的电话 为什么号码就一样啊 随便别人自己被抢劫了 或者手机掉了的理由就可以 关键是 你的家人确认这声音就是你啊 此时呢 只要再丁导一些紧急情况 又骗你最亲近的人上 轻而易举 或许你的声音 现在就需要三点火 或许你的样貌更加简单 你在网上 你有线公开的视频 你的照片都是骗子现成的素材 这些网络上 早已有人专门接的 只需要一张干净的正面角 利用AI技术 就可以生成一个 眼睛 嘴巴都回动 口心也对得上 独假包饭的你 这样的感觉 诈骗犯甚至根本不需要 盗取你的猛性 因为只要脸一样 心一样 你说你今天有个什么意外情况啊 你的同学 朋友的猛戏 有什么不合理 不是弄破诊吗 而且过去你的照片之后 诈骗犯人也规定 非得嫁给你的家人 他们完全可以 用AI犯的技术 把你和大尺度视频 合成在一起 要吗 你答应给钱 否则 这些明明就是你的不雅视频 就会对发给你身边的 亲朋好友 所以到时候 它是发给你身边的 以上 还只是AI诈骗 一套无论 印象印象 AI时代来了 未必是人类的发时代 却一定是诈骗犯人的发时代 从今天开始 一定要保护好你个人的经骑 而将来 如果你也遇到你的家人 遇到紧急情况 像你电话 或视频求助 应该怎么办呢 相信我 不要听那些 所谓的画面间别方法 所有的拓展 一定会逐于给家人们 改进来 这种情况下 假设你越独定 不眨眼就是假 反过来说 就是你越相信 眨眼就一定真 那其他大面方一改进 你就更容易掉进现场 在我看来 绝对有效的间别方法 只有一个 问一个 只有你们俩知道的秘密 答对的是真 答错的是假 我说清楚了吗 还是记得 如果我们住在楼上 那我们回家 如果没有带钥匙 我们就按灵 楼上说 谁啊 你怎么说 醒过了 听声音就OK了 现在呢 恐怕什么都不行了 三老金 这年头叫人怎么活下去了 所以 心里淡淡淡的 真不容易啊 还记得去年前年 高雄的女孩被骗 什么可以得高薪啊 而且呢 那个杂志上面还讲说 一年有上千的额少受害 然后呢 数据只是冰山了一角 那是台湾 那中国大陆 那一年是几十万啊 还有被活摘器官的啊 查都不查查不到 可是你又很奇怪 因为全大陆有 有几亿个摄像头在监视着 竟然一个学生不见啊 他说找不到 平常如果要找那个 对国家有问题的 一下就找到 这都是有问题啊 所以不幸的 在各国社会里面 都有很多的黑道啊 这种败类啊 寄生啊 我都想啊 你还有一段时间 还记得吗 那时候大陆在这家发展起来 好多海多大陆客 还游泳到台湾来要打工 有没有 人家是真的来打工的 哇 那时候还希望说 这些真的来打工 能留下来 台湾的黑道社会 把他们请过去 唉 你看 这些黄刚七色烈士 这些部分 这些大部分都牺牲掉了 他们就是希望可以建立一个 祥和的 有盼望的一个社会 然后是朝着正方向的 而且是正面的力量的 可是呢 慢慢的 连台湾的社会也开始变直咯 我看 有些学童还曾经说什么 立志要做什么 黑道的大哥 还有呢 说女孩子说什么 我要做黑道大哥的女人 后来才发现 还要做主头的 有没有 那个要做总统的已经不多了 已经不多了 大陆现在更麻烦 我跟你讲 好 大家好 欢迎收看新闻看 很新奇 我是大鱼 今天呢 我看到一张大陆社交媒体 流传的图片 我看了之后呢 是空校图 一个大陆一年级的小学生 接受了采访 一年级啊 小学生 在采访的时候呢 记者问他未来的理想 他说呢 长大了 我要 我要做官 那记者肯定也比较茫然呢 就问学长啊 做什么官 采访的人肯定会想 小孩儿呢 知道的肯定也就是 什么所谱啊 国王啊 市长什么的 或是比较童话 会出现的那种官员 比较简单的归于名词 那结果呢 这孩子回答说 不要做贪官 不要贪官 我要是记者呢 肯定得当时 把早餐听出来 小小严谨竟然懂贪官 而且为什么做贪官呢 这小孩儿说 因为贪官有很多东西啊 这段视频呢 我一开始以为 是最近的采访 结果后来发现 就是表现了 2009年的一段采访 十一年前 中国的孩子 都说出这样的话 大家可以想着想 是什么样的社会文件 能让孩子想这些 当然呢 这孩子还想 但知道的贪官呢 肯定是周围一个大人啊 耳朵不忍 让他知道 贪官在中共治下的中国 可以不用被抓 贪官就是 所以啊 所以啊 所以呢 神为什么容许 啊 其实 用日头照好人 也照歹人 为什么不让那些歹人 哦 不是不照 加倍的照 让太阳光照到他 曬死 神宽容忍耐 等候末日来临 为什么呢 因为圣经里面有一段话 这是主人对那个 他的仆人说的说 不必恐怕 然后拜子 连麦子也拔出来 这段话 耶稣又设个比喻 对他们说 天国好像人撒好种在田里 即使人睡觉的时候有仇底来 将拜子撒到麦子里 就走了 到田里也是一样的 到掌鸟土睡的时候 拜子也显出来 田主的仆人来告诉主人说 主啊 你不是撒好种在田里吗 从哪里来的拜子呢 主人说 这是仇底做的 仆人说 你要我们去耗出来吗 就是把他拔出来 主人说 不必 好嘛 耗拜子 连麦子也拔出来 融着两样一起长 等着收割 当收割的时候 我要对收割的人说 先将拜子耗出来 捆成捆留着烧 唯有麦子要收在场里 麦子和拜子都有那么点像 很难分辨 这个左边是 你们看到的左边是麦子 右边是拜子 但是拜子又有很多种 你看这又是另外一种 那左边这个是 这是麦子 麦子 而且这个是小麦 小麦跟大麦不同 大麦是对称的上去 小麦一左一右 一左一右 右边这个是拜子 你看 这左边是小麦 这右边 这个也是拜子 所以看起来拜子还是很多样化 可是它长出来的草 你看麦子跟稻子的草 一长出来的时候就差不多了 都差不多了 很难分辨的 当它成熟以后才能看得出来 就是好人坏人何尝不然 有时候好人里头真的那么一点坏 坏人里头真的那么一点好 想想你看大卫王 还有新约的扫罗 你看如果扫罗不是吗 他还逼迫斯蒂凡吗 斯蒂凡被打死的时候他还很开心 如果那时候我们来看 这个少了该死 天哪来批 马上把他打死 那福音台湾没有 福音就不传到台湾来了 为什么 因为他后来回台了 大卫王也是 一路都好 到最后呢 搞到坏家破人亡 你看 有人问印度的诗人泰戈尔三个问题 比如说什么最容易 什么最困难 什么最伟大 泰戈尔回答说 指责别人最容易 认识自己最困难 爱是最伟大的 所以我们刚才上有一份爱 从天都来 那个感动没有办法消除的 还有一首歌叫《云上太阳》 那个前几年 在特别是2008年大陆 那个四川汶川地震的时候 哇 那个很流行的那一首歌 而且里面改一改 一说现在呢 你看不到太阳 因为暂时了 但是呢 在云的上面有太阳 太阳是代表上帝 他对人的爱还是继续的 有一天云开 云散 然后太阳就省出来 所以你放心 大陆人他们到处都唱 那时候我去灾区去探访的时候 就发现 好多台湾去的那些义工啊 还有那些传道啊 还有带领大陆的人 然后就一直在唱这首歌 我想 因为有一份爱好像比较晚出来 要不然的话那时候也会流行 那么到末日才能够断定 谁是绵羊谁是山羊 因为圣经里面有讲到 说绵羊和山羊 还有呢 从耶稣的家谱来看善恶 那么耶稣 马太福音第一章里面 有耶稣的家谱 那么 耶稣的家谱可能是指约瑟的主谱 但也有可能是指大卫王的 王位继承者的主谱 其中的有不少是坏王 有不少是坏王 你看这一个王是什么 这个亚哈斯王在极难的时候 越发得罪神 那他既是攻击他的大马赦之神说 因为亚兰王的神帮助我们 我也献祭于他 他好帮助我 但那些神使他和以色列众人败亡了 这讲的就是南国的王 他以为北国的王 竟然败那些大马赦的神 那么 那我们也败大马赦的神 大马赦就是那个什么 就是那个叙利亚 今天的叙利亚 那百姓说 耶和华我们的神 为什么向我们行这一切的事呢 你就对他们说 你们怎样离弃耶和华 在你们的地上 侍奉外邦的神 也必照样在 不属你们的地上 侍奉外邦人 这是神警告我们的 警告以色列的百姓的 那么在这个 这个《路加福音》第三章里面的家谱呢 也有可能是耶稣的母亲玛利亚 由下而上追受的这个家谱 其中的连结点主要是在大卫王 因为神应许大卫的后裔 终必有人坐在王位上 且是弥赛亚君王 那么在这些祖先与君王里边呢 拉和氏是妓女 但却生出来婆阿氏 婆阿氏是个正人君子 在旧位里面 几乎看不到一个 一个像他这样的正人君子 连大卫都比不过他 大卫是看一个爱一个 都随便都捡了 都当他老婆 后来老婆生了孩子 一堆孩子后来就互相的 你看这个爱这个爱下来 然后把人家强暴完了以后就不要了 后来弟弟哥哥娃 就要来把这个另外一个兄弟杀了 好 那你看这个妓女 我们现在来想 当然古时候的人 其实各位 因为我多年在孟加拉 2001年到2019年 2019年在那里 每一年都去好几次 大概千千后后去了最少不下 40到50次吧 那里的很奇怪 你到菜市场去买菜 事实上只有男生去菜市场 你到菜市场里面看就 连在那里卖菜卖肉的卖鱼的 都是男生 然后去买的也都是男生 没有太太去上市场的 因为太太是回教徒 他们的回教徒是不抛头入眠的 太太都在家里 太太不上班了 而且多数的太太也是不读书的 而当他们的丈夫跑了 或是丈夫跟别的女人走了 然后把孩子跟 就丢给他太太 然后房子又不是自己的 是租的 那这个太太还要养孩子 然后她也不能去工作 她只有一条路 做妓女 我们本来对妓女是真的很厌恶 另外一个是对台湾的厨妓觉得很可怜 因为是父母把她卖掉的 有人讲说你如果到花莲的什么庵啊 那个地方啊 你知道那是几年前吧 15年前 他说如果你看到有一个房子 是三层楼以上的 大概都是卖女儿的 我那时候听了真的很难过 很难过 那或者当然因为那里比较发达 就不能这样一概有论 但是对台湾的厨妓真的是很同情 因为甚至有厨妓被救出来之前 有人在嫖客进去里面要救她 她甚至会问说 今年是民国几年 是几月是几日 因为她完全不晓得外面 她是在地下室里面 她不晓得外面现在是白天是晚上 灯一开就是白天对她来讲 灯一关就是晚上 她完全没有calendar 电视机你也不能看 然后那个电话也不能碰 因为她都被锁住了 很可怜的 然后在孟加拉那边 我看她那里 我都觉得那些女孩子太太 真的很可怜的 所以我那个同情像拉和氏 如果她养孩子 那她唯一的方法就是只有出卖自己 但是她却能够生出 养出波阿斯这样的一个正人君子 这个是绝对绝对的 圣经里面要夸赞的 而且波阿斯也因为取了路德的缘故 成为耶稣的老爷爷 这个是想都没想过的 你看在耶稣的家谷里面有一份 有一份 我们何种的荣耀 但是我们往上不行 我们往下 耶稣的家谷往下催 我们可以加到那个阵容里面去 我们基督徒可以 而且我们台湾讲的 派得 谁和顺 那么从大卫的 从乌利亚的七 生了所罗门 圣经里面都不讲 都不讲说乌利亚的七是谁 他特别强调 因为乌利亚是被大卫摩杀的 所以他说乌利亚的七 生所罗门 这个杀七斗夫 杀夫斗七 而西基加生马拉西 严命15年 马拉西是在做王的时候 12岁的时候做王 所以表示什么 西基加 有人就讲了 说西基加 如果不延寿生5年 就不会生马拉西 而马拉西在以色列历史上 是一个坏王 还做王 你看坏王就坏王 还做55年的坏王 现在国家被你带到哪里去了 所以有历史学来说 他不要生这个该多好 那问题是 马拉西也是耶稣的祖先 如果这里断掉了 耶稣就没有了 所以马拉西不出来 也就不能够活来的耶稣 所以这种事情 我们只能说 回头一看 历史就是这样 只能怎么样 一口叹息 还有人记得 以前看电影都要先听国歌 听国歌还看到那个老总统 有没有 穿着元帅服 坐在总统府里边 但他最后一个动作是什么 还记得有一个叹息 那好久以前 人生就是一转眼就是一个叹息 应该把那个国歌那一段拉出来 人生就是一声叹息 一声叹息 你看 马拉西行耶和华眼中抗为恶的事 使犹大人陷在罪里 又流许多无辜的血 充满了耶路撒冷 从这边直到那边 那马拉西去犯的罪 哎呦天啊 不胜他多好啊 七夕加诺是不得元寿 王朝就断了 跟神的应许就要落空 所以呢 感谢神啊 你看 他在吉南的时候 就恳求耶和华他的神 且在他列祖的神面前击齐谦卑 那么他祈祷耶和华 耶和华就迎他的祈求 垂听他的祷告时 他归回耶路撒冷 人作国位 马拉西这才知道唯独耶和华是神 最后最后最后 马拉西悔改了 虽然悔改的有一点晚 但是最后还是悔改的 我们就是等吧等吧 有为什么我参加一个学生 是暖旗贤牧师 他的义父 他的义父的追思礼拜 而他在讲他义父呢 是一个将军 所以将军退休下来 九十几岁才走啊 那一天 那个第一兵营馆的 那个最大的那个厅 里面坐满了人 里面都一堆的使馆长 然后等于是开布道会 然后呢 那一天 冷气贤他就讲到说 他义父是在最后最后 人生到最后那几天 信了耶稣的 信了耶稣的 有点像这个马拉西 到最后的日子信耶稣 而且他的追思里面就变成布道会 把这个事情讲出来 下面很多老兵啊 有的是基督徒 有的不是 我想会引起他们的震撼 我说为了老长官 最后信耶稣了 我是不是也要考虑啊 考虑考虑 好 神借着恶劣的环境来受造圣徒 今天我们的所有环境里边 我其实自己目前来讲 我还是个诈骗嫌疑犯 我不是诈骗犯 但是我是诈骗嫌疑犯 我诈了这个礼拜五早上 还要士林地检署 我要出庭 为什么 因为我的身份证被盗 用 其实不是 我没有丢掉 只是资料被告知被盗 然后我的那个银行账号也被盗 然后手机没有被盗 然后被盗以后呢 有人就用我的身份证资料 被银行卡 银行的那个账本的账号 然后申请高雄一卡通 然后在脸书上卖东西 卖的通通是空的 人家收了钱 然后呢 没有东西 所以人家都告 他都告到我这里来 其实他申请的时候会说 你要给我一个电话号码 然后呢 我也给你一个认证号码 那个号码 电话号码不是我的 所以认证号码一过去 他马上就OK 那就批了 就给他一卡通 一卡通以后呢 他就用我的账号 结果钱也没进我的账号 就直接进到他的一卡通里面 所以我就 就在莫名其妙 从去年六月到现在 我已经接到台北地检署的免起诉处分 已经接到八封 免起诉处分 但是仍然被全台湾各地的警察局派出所的那个侦察所警员 调我去要去面谈说为什么你骗人家 那现在我这个礼拜我还在出庭 已经出庭第四次 神借着恶劣的环境来雕塑圣徒 圣经怎么说 一起来读 顶为恋营 如为恋金 唯有耶华熬恋人心 顶为恋营 如为恋金 人的称赞也是恋人 小心 小心 如果有人讲你好你好你要小心 这个人是不是心怀不果的 我要使这三分之一经火熬恋他们 这是那个撒加利亚书里面提的 如熬恋金子他们必求告我 我必应允他们 我要说这是我的子民 他们也要说耶和华是我们的神 我们假设沙丁鱼是神的百姓 鱼港就是我们向往的天堂 那我们要以感谢为继献给神 要向至高者还你的愿 并要在昏浪之日求告我 我必搭救你 你也要荣耀我 你看 这是当鲨鱼在沙丁鱼中间游的时候 所有的沙丁鱼都散开 为什么 因为猎狮子来了 我们是猎物 我们没有办法跟他抵抗 我们只能为保他而已 你看这个 这也是一个短片 用鲨鱼来形容杀鱼 自己弱者变强的一种效应 通过个体的介入对群体起到竞争作用 是许多企业管理人才的机制 那鲨鱼是什么呀 叫鲨鱼效应不是更微微吗 原来 罗威人爱吃沙丁鱼 先活的沙丁鱼比激动的要挥好几倍 但是由于沙丁鱼生性懒惰 返旁的路途又很长 因此捕迫到了沙丁鱼 往往一回到码头就死了 当时只有一个可以将先活的沙丁鱼 带上岸的渔夫 在他死后 人们才在他的鱼槽中发现一条 中游西窜的鲨鱼 一笔解开了 原来沙丁鱼为了斩避天敌而易 而懒惰的习性 不停流动保命 从而活下来 这个观念经常被引用在人力资源管理领域 用于几率一成不变 或是心态带过的团队 透过引入具有不同能力或设置的新成员到团体中 让原有成员产生害怕被超越的危机意识 从西连起动时 当初瑞典家具企业IP进入韩国市场时 大家都担心本地的家具市场会被蚕食 结果反而令家具业者更注重自身产品和服务的素质 创造了企业之间良好的竞争气氛 真是可喜可贺啊 这个我就上网查了 我记得是鲨鱼怎么是碾鱼呢 后来我上网查就发现 原来大多数人鲨鱼呢是淡水的 但也有海水里边的鲨鱼 所以他也用鲨鱼也可以 另外一个呢 我们台湾以前有啊 现在比较少了 有什么 有帕酒鸡 还有布鸡 整条街都卖布的 整条街都打石的 整条街都打铁的 台北现在还有啊 大龙坟那边 意思是什么 同样的行业在一起 就会和彼此竞争啊 品质好人家就要啊 还有你价钱好一点人家也要啊 所以就大家竞争 那才会有好东西啊 那我们买的人才会都占便宜 那当然有一种情况是 他们全部垄断的时候 你也没办法 所以呢 我们要假设的是 神有时候也容许灾难 或是那些恶责在我们中间 我还记得 我还记得 是台北某一个大的进行会 那个妇女会啊 里面有一个姐妹 我真的是头很大 我都亲眼看过她 有一回 有一回她 那一团 他们要去香港 那我的师母也 在那一团里边 她认识我师母 我师母就比较 算是比较那种好欺负的 好说法的 去香港 她说哎呦呀 我这个腰背 我最近那个不行耶 连提东西都不行耶 你能帮我哪一个吗 我师母就帮她提一个 到那边呢 有shopping时间 然后竟然到 那个超市里面买什么呀 买麦斯威尔 那个什么 Instant coffee 麦斯威尔咖啡啦 咖啡精啦 那台湾也有啊 香港你便宜便宜多少 那个玻璃罐的啊 这么大罐啊 她说哎师母 这个你帮我拿 师母说什么 帮你拿 就放在你行李箱里面 她说不行啦 这个行李会摔又破啦 啊不会啦 你用义务包着啦 为什么不包你的包到我 结果到台湾 行李打开破了 你知道她说什么 正师母 你要陪我 我师母陪她啦 陪她啦 你知道后来这个姐妹啊 在教会里面 就常常是搞这种东西啦 啊把教会里面的姐妹 大家折腾的喔 操练爱心 操练爱心 有一天她进南 在聚会完以后宣布 各位姐妹 我好舍不得喔 我要告诉各位喔 因为我先生的工作呢 调到新竹 所以呢我从下个月起呢 我就不能在你们中间聚会啦 大家就想说 她要走了 好聚好山啊 所以我们都办一个爱宴来送她吧 哇你知道喔 大家爱宴送她喔 大家都被她操练到 她有感情喔 她有感情 到最后 大家每个人都拥抱她 到最后她说什么 姐妹我决定了 以后每个礼拜四 我还要回来 弄巧成拙 干什么啦 每个人送她 要怎么动 先让她走了就好了嘛 显然 我会感觉是什么 神觉得她们被操练了还不够 所以这条练鱼 这条鱼要继续读下来 我们要假设我们附近的礼拜堂 是基督之家 是大公司 我们新北楼进行会 是小企业 他们像是什么好大的 我们是小沙丁鱼 我们其实不需要妄自鬼伯了 我们仍然要更多经历神 我们就会轴壮 我们经历神 我们就晓得 我们的神是又真又活的 因为我自己经验过 我面对过 我尝过 我体会过 我们要有更多的知己 在过去几年中 生命变得更轴壮 更强 坚强 更爱主更爱人 阿们 你看这是我2008年 要去 因为在缅甸 5月2号 结果5月12号 是大陆的温泉抵诊 因为缅甸是一个封闭国家 这是我去以后当地人给我的照片 他们这些看在睡觉 其实都淹死了 因为那个台风从南边的 那个三角洲的灯路 那里的房子 绝大部分是木头造的 好的是木头造的 差一点的是什么 是竹子搭的 还有呢 是那个竹叶啊 树叶的 根本风一水就倒啊 风一水就倒 你看这个房子也就倒了 然后呢 今天经历神 这一位啊 是我们到那个村子里边 然后呢 是有一个村长 把这个流浪的太太收容她 为什么 因为她的儿子 媳妇 孙子 通常在那个台风里边淹死了 而她一个人 然后呢 你看我用照相机闪光灯拍她 她眼睛闪都不闪 为什么 她哭 哭到瞎了眼 哭到瞎了眼 那个村长 后面那个就是村长 就告诉我们这件事情 然后那天就跟我们讲说 要我们去为这个老太太祷告 结果呢 那天我就请两个女牧师 上去为她祷告 上去为她祷告 然后我们也奉献一些钱 让她可以去看医生 重点是过了两个月 我们再回去 这个蓝色的衣服 这个就是这一位 穿白色衣服的这个女牧师 她是当地的少数民族 但是是讲华语的 那我带肉松去给她 那个老太太就来问说 这个肉松怎么吃 你看她的眼睛对着她看 是看得见还是不见 看见了 已经看见了 然后那一年的12月 我跟詹天来 再回到那个村子 那个老太太 那个小小那个 她自己已经在煎一些东西 然后拿到赛事场里边去卖 然后赚钱养自己 独立起来 她还戴着墨镜 为什么 怕眼睛怕伤 怕光 然后这村子里边其他的 还有一个台湾的那个 那个老太太旁边这一位 穿甲克的这一位 是我们台湾去的一个农业博士 好 感谢神 神是听我们祷告的 所以当地的人 都知道 都知道说 那个 我们的和尚 就是空空空空空空 然后呢 出来 严门脱脖 然后回去吃 然后叫他打打 念经完了 就睡觉 你们台湾的和尚不一样 他讲我们是台湾的和尚 还去探访 为人祷告 然后我们还 他们 那个 已经 几个月没有下雨 天里边的稻子都快干死掉了 他们说 我们现在要收成了 可是呢 还缺一阵雨 一阵大雨 然后呢 五个晴天 我们的稻税就会成熟 他说 那一阵雨 我们等了 等了 已经等了两个月 那一天早上我听了 我就祷告 然后对他们讲 今天上帝要把这阵雨给你们 你知道吗 当天中午下大雨 所以他们说 哇 台湾的和尚好厉害 基督叫和尚好厉害 说下雨就下雨 后来叫雨停就雨停 好我们一起来读 耶稣说 你们将要受的苦 你不用怕 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 下在尖里 叫你们被试探 自恋 你们必受患难时日 你不要自使信实 我就赐给你生命的冠冕 启示录二章十节 再来 因为神拯救的恩典 已向众人显明出来 教训我们除去不敬全的心 而施主的情欲 在今世之首公义 敬全度日 所以要拿起神手赤本全部军装 好在抹烂的日子抵挡仇敌 并且成就了一切 还能站立得住 所以等等我们祷告也要祷告 让神我们在众多的试炼试探 还有被陷害的这种环境里面 能够平平安安的过来 你看这个是公义的心境 真理的腰带 圣灵的保健 救恩的头盔 信德的灯牌 还有福音的邪 这是我们创世基金会在屏东新盖的 我们新盖的植物人安养院 这里可以收100床 那植物人 你晓得我们收的植物人是 只收平寒植物人 有一些朋友家里还蛮有钱 他们说我们找不到安养的机构 能不能 我说我们这里不行 我们这里只收低收入户的 为什么 低收入户的 如果家里还有一个孩子 还是女儿 汤就被绑住 我们安养 然后他家里的人可以出去赚钱 可以养家 可以生活 有钱人家根本无所谓 因为有人甚至还专门请 自己就有医生有护士在 你看这个孩子是 生下来就因为脊带绕脖子 所以他生下来就是15人 一直到现在都还安养 已经十几年 我们在台湾有17个安养院 那么我们还有呢 给街友 给那个 这个 独居老人的 这是专门照顾独居老人的 这个是照顾街友的 这个照顾那个 贫穷的单亲妈妈 街头卖地瓜啊 还有呢 天气阴冷的时候 我们会让街友进到里面来住 可是现在他们都不进来了 因为天气阴冷 很多单位去送吃的热食啊 还有送红包啊 送面包啊 送夹克啊 衣服啊 被子啊 到我们里面住的呢 六天出来 天气好了 可是什么都没有 所以他们都不进来了 你看做我们的义工啊 我们董事长啊 左边就是曹庆 他现在98岁 而当年拍这张照片的时候 这个老先生还大了两岁 94岁还做义工 所以身体好都可以做义工 那我们韩式这个 韩式吃饱现在已经不行了 因为就怕聚在一起会传染嘛 从三年前有没有 三年前我们傍晚最后一届 就没有了 但我们现在端午节还有去送 这个都没有了 因为把人聚在一起就有危险了 因为疫情在大陆现在又爆发了 各位 现在习近平出门又回乎戴口罩 好 好 这些我们的送什么 端午节送种子 还有我们有特别的福音师工 特别是什么 像这一位中间穿黑圣衫的 遣传到他碰过他好几次 他是酒驾然后被送到我们这里来 那我姓圆书的酒驾然后驾到被扣下来 那有好几个已经受尽 包括他在内 那我们在东南亚特别是在孟加拉 因为COVID-19疫情的缘故 我们也是在那边 除了我们小学继续在支持之外 我们还是一直送的 一直送 尼泊尔山上也送 这个是孟加拉乡下 你看各位这一袋 四十六公斤 里面有米 有马铃薯 有回照 有什么吃的 一堆一堆的 超重的 比刚才那个老太多还重 就这样送 那学生我们那里有学校 我们小朋友一个人一带 你看 家长 还有给他们预备那个那个 类似爱愿 他们吃得很简单 咖喱饭 然后一颗水煮蛋 咖喱饭一个水煮蛋 就这样 然后送他们那个毯子 因为他们那里冬天跟台湾一样 也蛮冷的 好 主耶稣在世的时候 为何会在拣选十二使徒的时候 是错误吗 或是容许 竟然让一位背叛他的犹大在里面 耶稣应该知道啊 就不让他在里面 可以吗 第二 今日的世界听说许多 希望的教会 却会听说有完美无缺的教会 是真的吗 有一个弟兄嘛 就到处流浪 好多教会 后来回来自己的教会 因为他很失望 找不到一个完美的教会 牧师就跟他讲 说你要死了这条心 他说万一你找到一个完美的教会 他说拜托拜托拜托不要加入他们 为什么 你一加入那个教会就不完美了 没有一个教会是完美的 但我们都是神容许 我们每个人都要被操练 学习彼此相爱的功课 第三 我们要怎样才能在这个 满留最恶与诱惑的世界中 让我们保护我们几家人平安 敬虔度日 好 来我们祷告 主啊我们感谢祢今天早上 主祢借了这个 主祢照日头 照好人也照歹人 主啊 让我们看见是神祢允许的 主啊 因为祢要操练我们 让我们更亲近祢 让我们能够被向经 经顶为练营如为练经 又又合法 连祢的话熬练人的心 连好人说好话 也一样是熬练我们 失恋我们 主啊我们要谨慎战兢 敬虔度日 在这个世上 为能逃祢喜悦 也巴不得主 祢真是随时用祢的圣灵提醒我们 好叫我们谨慎度日 但又不失去关怀人的心 也能够随时爱人如己 爱灵色如同自己 我们就感谢祢 我们恭敬为我们 新北投 敬兴会 还有我们教会的牧师 还有我们众弟兄姊妹 的平安 家人的一切 能够蒙祢的祝福 来仰望来祷告 我们祷告 恭敬奉靠耶稣基督的圣灵 Amen